人间话题来关心 春节十天廉价进入第五天了 在云林西罗的服务区 大年初三挤满出油车潮 在今天上午六点开始 已经有大量车流涌入 而休息站也加派了两成以上的人力疏导 业者预估十天廉价的业绩上看2300万 将会比起往年增加五倍 而今年各地出油潮也造成了大塞车 台中74号快速道路 旧游驾驶等到不耐烦了 竟然在车阵中回转逆向开下交流道 现在警方也要对这名违规驾驶重罚6000元 车子大排长龙明明是在快速道路上 瞬间进成了大型停车场 没想到这时一辆白车 竟然在车阵当中来个大回转 接下来还大啦啦逆向开下交流道 会不会太夸张 台中中章快速道路大理太平路段 年初二下午出油走春车潮 快速道路子报大塞车 竟有驾驶等到不耐烦 回转逆向开下交流道 过程全被后方民众用手机拍下 现在这名违规驾驶驶 也准备收警方寄来的信念罚单 而当年初三走春人潮 也把国一希罗服务区给塞爆了 服务区入口处 车子一台接着一台 一路绵延好几公尺 前头车流都还来不及疏解 后头车辆不断涌进休息站 整个停车场停好停满 也成了国道不塞服务区大塞的特殊景象 在高速公路没有塞 可是进来的时候有一点小塞 下来的时候会塞一点点 进休息站有没有找很久 还好找一下子就找到了 疫情趋缓加上十天的春节年假 服务区迎来睽違两年多的庞大出油潮 休息站内各式美食伴手里 备货量大增 连休息站便当一天更是热卖超过1200分 服务区业者家派两成以上人力 疏导人流从小年业开始一直到年初八 十天年假人潮就是前潮 营业额将上看2300万 整体业绩也比往年成长5倍 谢谢台中云林 这么不懂